不久前有一组野象被猎杀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这些野象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他们的象牙已经被拒走 身上还有弹孔 而这些盗猎者干下的残忍行径 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今天警方就揭露这些盗猎者 他们并不是个人 而是一整个集团正在操作 他们通过各种管道走私猎杀物和盗取珍贵的植物 然后再以高价出售 单单是一只死老虎 就可以卖80万令吉 一只由警方与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联手的执法队伍 在过去一个月就倒破了四宗非法收藏野生动物 以及森林盗猎的勾当 五级安曼警察总部今天召开记者会 宣布在保护国家资产行动下 警方起货了价值90万令吉的虎皮 穿山甲以及其他珍贵飞禽类 还有25公斤的城乡木 警方发言人表示 这些盗猎者会潜入我国森林扎营 然后盗取森林资源 并用铁丝自制捕售陷阱 手法残忍 执法人员也在行动中逮捕了十名险犯 其中三人是大马男子 另外七人是柬埔寨男子 当中还有人是非法入境我国 当局估计这么多年下来 这些猎人设下的陷阱超过2000个 而警方也在这次的行动当中 发现并且摧毁超过百个陷阱